中狼性暖潮症候群的病人可以使用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基醇來改善暖潮的品質 也就是俗稱的羊卵 怎麼吃呢? 這個一顆是0.5克 所以要早上4顆 晚上4顆 1天2次 每一次2克 相當於早上4顆 晚上4顆 1天8顆 這一罐是90顆 所以一罐的話大概11天就吃完了 根據不印症醫學期刊 義大利米蘭的研究發現 使用基醇對多量性暖潮症候群的病人 1.可以改善暖潮的品質 2.可以增加試管嬰兒成功率 你要服用的話 就從試管嬰兒之前3個月開始服用